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我想说一下呢 大家生活中有没有一种人呢 就是呢 他你一谈什么事情 这人总是懂 你问什么 他都给你来几句 体育啊 画画啊 艺术啊 贸易啊 金融啊 医学啊 就什么MIA 就总之 你随便你讲什么话 他都能跟你说 说出个1135来 就这种人我统称为装逼啊 当然这种人在中国也很多啊 尤其是中国的老大习近平 习近平号称是中国各个小组长 他是小组治国嘛 动不动就是 经济 宏观经济 自己调节组长 妇女工作组长 各种的环境卫生小组组长 我感觉习近平好像什么都懂 一到地方视察 航天航空航天事业 领导视察一下 指挥一下这个方向 我就问你啊 习近平你这个 就算你就算你真 不要说你假的博士毕业 你是小学毕业 你懂什么航天呢 你懂吗 你到了上海说指挥一下 金融事业怎么搞 你懂金融吗 通货膨胀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懂不懂 最基本 你到到了哪里 你动不动 包括奥运会 习近平包括体育事业 习近平也跟这些体育运动员 在比赛之前也说一下 好好努力啊 为中国的体育事业指名方向 他懂啊 体育 你叫他踢足球 叫他上 他懂踢足球吗 啊 到了 疫情防疫 武汉那边就说 亲自指挥 亲自这个 操作啊 亲自部署 你说习近平就你 你懂吗 你懂这玩意 你学过医学吗 传播病学 你学过吗 当然中国 不仅仅中国 全人类啊 不仅仅是习近平这种人 他是因为有权力 在生活中都有这种人 你像我今天在clubhouse 我一听 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 与生结学 这个日本选手啊 但重点还不是这个 重点是我听他们讲 说这个又对这个冬奥会运动 哎呀 有研究 什么花样滑冰呢 艺术什么滑冰呢 体操啊 什么不太懂啊 我搞不懂 还滑雪跳台啊等等 不懂 我一个都不懂 自自为自自 不自为不自 是自也啊 但我一听他们这个 他们这有的人一讲 哎呦 头头是头 哎 讲就是一道奥运会 就冬奥会一半 立马就是冬季运动 专家 世界杯一台 立马就是足球运动的专家 什么都懂的啊 然后呃 就你就 你去看这地球让办什么运动 办什么大会吧 只要大会一开 立马他就是专家 他要是又开一个世界妇女大会 他已经成为妇科专家了 你这太夸张了吧 当然这一点也在我的同堂 就是YouTube这个 许多人呢 有这个病 大家看我视频 你看我视频 我讲的主要是讲什么 国际政治 就是美国 中国 台湾 主要是这个 政治 或者说韩国 新加坡这些啊 怎么讲 我的节目主要是做时事评论的嘛 包括一些生活啊 分享 对不对 你听说过我跟你讲 病这个 新冠病毒或者说防疫 怎么防疫的 你听说过我跟你讲的吗 你听说过我跟你讲说 疫苗要不要打吗 要吃什么药啊 为什么 因为我不懂 我到今天我听经常有人讲什么疫苗 说什么灭活疫苗 MIRN什么疫苗 听不懂 到今天我都不懂 你不要跟我说 我怎么跟你讲 文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这个不得不说 我在中国 我的专业是什么呢 机械专业 我对这些机械原理啊 但学机械呢 并不代表就会修车啊 修车属于气修专业 我这个机械专业是一种 也算是一门科学吧 你要整这些呢 我稍微还能跟你讲一讲 我记得有一年中国又什么桥垮了 然后我跟你讲那个桥墩等等 受力啊 分析啊 什么之类的 包括工程方面啊 对我我还能跟你讲一讲 因为这个属于 啊一般而言是一种专业专业 那别的呢 别的尤其是医生这个东西 我不懂 真不懂 我现在昨天还是前天 我的观众跟我说 让我去买这个药 然后不是咳嗽吗 买这个叫这发音怎么发 Mucinex Mucinex 就这玩意啊 这玩意太厉害了 吃了才两天 基本不咳嗽了 然后我又到那个CVS旁边了 就附近收带手 又买了这个VC 这个增强免疫功能了 这玩意一整 这太神奇了 这只要这医学 这应该也是跟医学跟化学有关 太神奇了 我不懂真不懂 不知道怎么搞 他这一弄我立马就 但呢咳嗽倒是不咳嗽 但是我精神状态有一点 还有副作用 我感觉我精神状态没有前几天好了 可是呢咳嗽基本不咳嗽啊 隔行如隔山 嗯 不要那个 尤其是我们作为YouTuber呢 尽量讲一些呢 社会人文文科类的东西 你不要讲理科 或者说科学类的 自然科学啊 因为你一讲 我跟你说就没法讲 你懂得批验你啊 啊你告诉我 理论理学有没有学过 啊高速高等数学有没有学过 当然习近平肯定是没学过 习近平肯定是没学过 医学他太复杂了 医学是太复杂了 我社友我我社友在美国 他学习学学那个叫 研究DNA 他是研究这个DNA的 因为我以前一直认为 人是随便换个肾就能换了 他说这个没有这么夸张 他是有排斥反应的嘛 他是比较复杂的 他研究DNA 但是他研究DNA呢 他并不是治病了 他不是医生 因为医生又是属于另外一个范畴 而且医学呢 他这个很复杂的 神经病科 心脏的又是什么 还有的皮肤科 你就想一想 他全是树叶有转功 你不要以为他是医生 牙医还是什么 你不要以为一听说他是医生 他就懂这些什么传播学 什么 就是奥美科 他啥都懂 你稍微我跟你说 许多YouTuber一定要有职业道德 你八竿子打不着 你真的是屁都不懂 你整的都是跨行 讲那些话 你不开玩笑吗 这不是误导吗 难道大胜 那你的专业也没有就是讲政治啊 我跟你说 我讲的主要属于文科那一的 文科 你看我视频 我有跟你讲过自然科学的吗 我跟你讲什么地震波 就是说台湾又地震了 我跟你讲一下地震怎么产生了 我基本没跟你讲 因为我也不懂 没法搞 这世界真的是 所以说人类社会 像习近平这样的人太多了 他遇到什么 他到养猪场 还得指挥一下母猪怎么生产 要不他懂 他什么都懂 这种人也是奇葩 奇葩了 对 有人说 大胜 那你这么说 你研究机械的 那你给我讲一下 这航空母舰怎么弄 前顶怎么整 你就记住 只要是一个机器 他就笼统的分为材料跟工艺 就比如说发动机 叶片怎么弄 这个时候涉及两大方面材料及工艺 工艺就是加工工艺 就简单的说就两个方面 你遇到什么设备 你上来就讲两句话 这个跟那个材料跟那个工艺有关 就行了 那你说什么材料 什么工艺 那就复杂了 那人类在这方面 你不要以为人类说科技多么先进了 人类在这方面的科技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这么先进 我举个例子吧 我们做了 我们人类搞了发明 基本上是一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或者五十年前 飞机 坦克 汽车 火车 高铁 就人类的这些 新鲜玩意啊 其实人类在最近二十年 你要说真正发明了什么 或者说最近五十年吧 可能是发明了 这个苹果手机吧 这个算是一个发明 别的本质上是没有 包括芯片了 本质上 它的本质并没有 今天的芯片跟一九八几年的 本质上是并没有什么改变的 所以人类它实际上科技的进步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大 没有那么夸张 好吧 我又说这么多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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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